根据中共官方表示 原四川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瀚、刘维兄弟等五个人 因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故意杀人、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被判死刑 并且在今天遭到处决 刘瀚、刘维被曝与周永康家族关系密切 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子周冰的生意伙伴 刘氏兄弟党的黑金帝国 实际上是周永康手上的黑帮斯嘉军 就在周永康打手被处死之际 媒体报道 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太太 三年来首度获准探望狱中丈夫 而探监的日子2月6号 正好是王立军逃亡美国领事馆三周年的日子